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岩 这个包的话呢 容量还是非常大的 构成的成品呢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感觉很洋气的 这里配了一个蝴蝶结 里面的容量的话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水杯子 一个手机 然后这一大蚕线 可以放下一把伞呢 只是我刚才我没有找到我的伞去哪里了 然后就没有放进去 这个提起来的话呢 非常的好看 搭配衣服的话呢 夏天的话呢 颜色也很亮 用线的话呢 就是这种线的话呢 用了三团还剩了这么多 就是两团半吧 这个其他颜色的话也很好看 我觉得用这个绿色的勾的话呢 也很好看 有个草绿色的颜色也很好看的 颜色都是比较亮的 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形状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侧面的哈 这是底面 这是侧面 留的是很宽的哈 可以放下很多东西 本来的话呢 我以为可能需要一个网格片 结果呢 缝合好之后呢 就是不需要网格片啊 里面的空间也很大 你看空间也很大 这个这个 也挺硬的哈 不用缝网格片 但是我是从背面给它缝合 然后呢 给它翻过来的 就是翻的时候呢 稍微有一点麻烦 但是不需要放网格片 还是挺省事的 很有型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编织 首先我们准备的是这种 雪菲尔的塑星纱 然后色号呢 是15号的 我们需要两团多啊 用不完 用不完三团 两团多 勾针的话呢 是4.5的 好 现在我们拿出这个圆环啊 然后勾针的话呢 是4.5的 好 把这个线头直接拉过来 咱们这个第一圈的话呢 一定要勾松一点啊 不然第二圈的话 会非常的难勾 把这个线头呢 直接给它压进去 我们现在开始勾这个 短针 不要勾太紧这一圈 我们需要勾24个短针 这里很容易就看清楚啊 123 我们现在勾了三个了啊 四个 五个 不要勾得太紧啊 好了 我们勾24个再回来 好 现在我们已经勾了 有24针 然后我们锁一针 把织物给它反转过来 从第一个针目里 我们穿进去 我们开始勾引8针 我们先勾6个引8针 好 六个引8针 完成之后我们勾2个短针 然后我们绕线 开始勾8个中长针 8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还是勾2个短针 然后我们勾6个引8针 给它完成第二圈 完成这一圈之后呢 我们锁一针 还是把织物翻过来啊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是正面啊 现在再说一下 我们正面的话呢 从哪里穿针 大家看 每个针目这个 V字形的小辫子啊 从这个V字形的小辫子 这里中间穿进去 然后从后面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横线 横线中间这里穿出来啊 每一针都这样子 看 横线中间这里穿出来 好 都是从这个位置穿出来啊 现在这个地穿的 我换了一个3.5的啊 就是比那个小两号的针 因为这里的话呢 会不太好穿 把织物放到正面之后呢 第一个这个是不用穿的啊 从下一个 第二个这里开始 你看这第一个 这个是不用穿的 从第二个这里开始 穿针进去 后面这个 以上这个位置穿出来 好 拉脱线平出来 我们再给它 好 拉脱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两针 并成一针 然后下一个呢 就继续这么穿 都是从这个 后面这个 里山这个位置啊 穿出来 好 里山穿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勾了三个了啊 我们需要勾五个 因为我们刚才是勾到六个引拔针 这针 第一针这没有双树啊 我们只要勾五个就可以了 尽量把这个线就是给它这样 你看 这样拉平了啊 别让它拧住就好看了 好 我们勾完五个短针之后呢 从下一个 本来是从这里入针的啊 我们从这两个 V字形的中间这个缝隙里穿进去 我们给它加上一针 好 下面的话就正常的勾 我们再勾两个 这一针呢 是我们加针的啊 我们给它做一个计划扣 好 这一针 是我们家的这一针 好 勾完一针了 然后我们再正常的勾一针 好 这两个是正常的勾啊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一针 你看 这是正常的一针 我们从这旁边的两个缝隙里面啊 我们把这里和这里 各加上一针 好 这是加针的 这个是正常的勾一针 然后呢 旁边这个缝隙里再加上一针 好 咱们把这个正常的这个 正常的这个 做一个几号扣 是从 是从这一个针的两边的空隙里开始加针的啊 好 中间的话呢 我们就是不加不减的勾 好 我们现在是勾了八针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是中间这一针 两边这个加针都没有算啊 然后勾了八针 勾了八针之后呢 我们有从下针 这一针 这个V字形的小辫子这里啊 两边的空隙里 各加上一针 好 这里是正常的勾一针 这个第一圈的话呢 是不太好勾啊 刚才已经勾得很松了 但是呢 这第一圈的话呢 还是不太好拉 咱们在这个正常的这一针啊 两边 正常的这一针呢 做一个记号扣 是在这一针的两边加针 好 这里空隙里再加上一针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两针 好了 我们这个记号扣两边加了两针之后呢 又勾的正常的勾的两针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在旁边这个孔里面再加上一针 好 这已经是我们加的一针啊 然后再做一个记号扣 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沿着这几个记号扣 这里开始加针就可以了啊 剩下的话呢 我们还是勾 一二三四五 还是勾五个短针 现在我们勾了四个啊 我们第五个的话呢 从这最后一个这里啊 穿出来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没有V字形的小辫子啊 就从中间直接穿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最后一针 好 我们这个是正面的啊 第二圈完成了啊 然后我们锁一针 我们现在开始换那个4.5的针啊 把针给它换回去 好 把针给换回去 然后我们反过来继续勾 我们上一圈的话呢 这里是勾了 引拔针是勾了六个啊 现在我们这针呢 这一圈勾七个 给它勾一个引拔针 勾七个引拔针 两个 三 四 五 七 好了 我们勾完七个引拔针之后呢 开始勾三个短针 然后我们勾十个中长针 十个 好 勾完十个中长针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然后分下这几针呢 我们就全部勾 引拔针 七针啊 还是有七个引拔针 妈妈是不是你把针锁了 怎么了 好了 我们勾了七个引拔针 那的话呢 这个证明就是这样子的啊 勾完七个引拔针之后呢 我们开始 给它锁一针 好 把这五给它翻过来啊 我们继续从这里啊 这里第一个 V字形的小辫子这里啊 看得清楚吧 好 这个 V字形的小辫子这里啊 穿针进来 第二针的话就好穿一点了啊 从中间穿出来 然后我们开始勾 短针 两针合并在一起啊 好 然后这第二针 尽量线别让它拧住啊 你的话你就给它 嗯 穿出来就是重新这样 弄一下 好 四个 五个 然后这一圈呢 是我们上一圈啊 加针的位置啊 这针的话呢 还正常勾一针 然后呢 勾完这一针 加针之后呢 从这个旁边这里啊 加上一针 现在我们已经勾了这里啊 勾完了四个短针 然后呢 八个引把针 然后你看这里的话呢 它一直是往下斜的啊 咱们要从这里 给它挑上一针啊 这是第三圈 一二 从这第三圈这里啊 我们要从这里 给它挑上来一针 从这边上这里 加上一针 好 再给它勾一个引把针 这样的话呢 给它补一下啊 不然的话 这一直写下去的 好难看的 好 反过来 然后呢 这里 把挑到这里 我们就不管它啊 直接从这个 我们这挑了针之后呢 反到正面了啊 挑到这里呢 就不管它啊 我们直接从这里 你看 这个是对应的啊 直接从这里开始勾 加密短针就可以了 边上那针 不用管它 直接这样 还是这样 一一对应的 勾这个加密短针 挑了一针过后呢 这里看起来啊 它都不这么斜了 就平了一点点 以后的话 我们每一圈的话呢 这里就要挑一针 然后呢 反过来的话呢 这里就不加针啊 直接从这里 对应的开始这里挑 维持形成这里 开始勾加密短针 好 大家把这个加密短针 勾到这个记号扣啊 我们加针的位置 这一圈呢 是我们上间 加针的地方啊 这一圈呢 是我们这一圈 加针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记号扣 把它拿掉 把它换到这里来 好 加针的位置 做好之后呢 我们下面还是 还是继续勾 这里是 中间这一针 这里面两边是加针的啊 我们这圈呢 依然是从中间这一针 两边这个洞里面 各加上一针 好 这里是勾 再勾三针 爸爸 爸爸 再勾三针 这是加密短针啊 再勾三针 加密短针 上一圈呢 是勾了两个啊 然后就加针了 这一圈呢 因为这里有加上一针 我们需要勾三针 加密短针 然后呢 还是从这一个啊 还是从这一个 短针上面 两边的空隙里 勾上一针 好 再正常的勾一针 然后呢 这边再加上一针 然后咱们把这个针拿过 再往上面挪一下啊 好 这就是 一直是这个位置啊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针的两边加针啊 这是几号扣啊 这也是加针的 好中间的话呢 就是不加不减啊 一直勾到 正好这个几号扣的两边 再加上一针 中间的话呢 是不加不减的勾 好大家呢 把这中间这几针 给它完成啊 我也没有说几针啊 因为是做了几号扣的 大家可以直接勾到 这个几号扣这里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勾到 这个做几号扣的位置了啊 上圈的话呢 是从这里两边加针 这圈的话呢 还是从这个两边的空隙里 给它加上一针 中间这眼睛的话呢 是正常的勾 和这边呢 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把几颗扣给它挪过来了啊 放到上面去 然后我们这边呢 再给它加上一针 好 加上眼睛的话呢 中间这里的话呢 还是勾三针 手上全部都是汗 好难勾啊 这里没有空调 我要开风扇的话呢 那个声音好大 现在就是好热 好 从这里再穿上一针啊 这里勾三针 勾完三针之后呢 这是我们上一针啊 加的这一针 从这个旁边这里啊 再加上一针 好 剩下的话呢 就是每个针 勾出来一针就可以了 好 增下去自己的勾啊 然后把这个几颗扣 给它挪过来啊 这个是 我们这一圈 这里 加针的位置 这一针是加针的位置 好 把剩下的这几针呢 给它勾完 我们这个正面啊 就勾了两大圈啊 一圈 两圈 这个看着很明显啊 就勾成这个样子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 反过来 开始勾引八针 你看 我们这个第一圈 是勾了六个 这里的话呢 是勾了七个 然后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就要勾八个引八针 短针的话呢 是两个 每一圈加一针啊 两个 三个 我们这一圈的话 勾四个 就这样 深圈的话呢 就全部勾 中长针就可以了啊 八个啊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九个 八个 勾完八个 八个引八针 你要不准的话 你就数这个圈啊 第一圈的话就是六个 七个 这圈八个 短针的话呢 两个 三个 这一圈的话就勾四个啊 一 二 三 四 中间的话呢 这里全部是勾 中长针啊 等一下 这里的话 这再勾三个 四个啊 四个短针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再勾八个啊 六七八 再勾八个 引八针就可以了啊 两边呢 是对称的就可以了 中间的话呢 就自己来勾吧 现在我们已经勾了 这里啊 勾完了 四个短针 然后呢 八个引八针 然后你看这里的话呢 它一直是往下斜的啊 咱们要从这里 给它挑上一针啊 这是第三圈 一二 从这第三圈这里啊 我们要从这里 给它挑上来一针 从这边上这里 加上一针 好 再给它勾一个引八针 这样的话呢 给它补一下啊 不然的话 这一直斜下去的 好难看的 好 反过来 然后呢 这里引吧 挑到这里 我们就不管它啊 这挑了针之后呢 反到正面了啊 挑到这里呢 就不管它啊 我们直接从这里 你看 这个是对应的啊 直接从这里开始勾 加密短针就可以了 边上那针 不用管它 直接这样 还是这样 一一对应的 勾这个加密短针 挑了一针过后呢 这里看起来啊 它都不这么斜了 就平了一点点 以后的话呢 我们每一圈的话呢 这里就要挑一针 然后呢 反过来的话呢 这里就不加针啊 直接从这里 对应的开始这里挑 为这形的这里 开始勾加密短针 好 大家把这个加密短针 勾到这个机号扣啊 我们加针的位置 现在这一针呢 是我们这的加针的位置啊 我们从加针的右边 这里 这里 给它加上一针 这一圈的加针的话呢 总体的话呢 是往你的右手边挪一针啊 要不然的话 它会是斜的 好 这边 这个加针的话呢 我们就正常的勾 中间这几针也是正常的勾啊 你看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中间啊 这边是加的一针啊 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上一圈 右边加针的这两个空隙 这里和这里加上一针啊 不是围绕这个线来加的啊 从这个加针的两边这里 加上一针 好 这个是中间的针啊 这是上圈加针的位置 从这里我们给它加上一针 然后这个中 这个中间的一圈呢 正常的勾 把这个后边挪过来 放到中间这一针上面来 好 这针旁边的话 再加上一针 剩下的话呢 中间这些针呢 就是正常的 不加不减的勾就可以了 只有这个加针的话呢 要给它 有的圈数呢 要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好 这边就加完了啊 这样的话呢 它等一下它就对称了啊 这边的话呢 就是正常的加针 这边的话呢 往这边挪了一针 你看它是针数一样的 它是有点往这边偏的啊 所以咱们这边要给它移一针 这边的话呢 就是按照这个针数啊 中间这一针 两边加针 然后呢 这是这一针 旁边这里加上一针啊 这边是不变的 这边就移了一针 好 大家把这一圈呢 编织完成 好 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就是勾完了啊 然后我们再给它 锁一针 然后把织物给它翻转过来 我们上一圈呢 勾的是八个引拔针啊 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给它勾九个引拔针 好 大家给它勾九个引拔针啊 然后五个短针 剩下的话呢 是全部勾中场针 这边也是对应的啊 五个短针 然后勾九个引拔针 勾到头啊 好了 我们勾完九个引拔针之后呢 还是要给它往前面这里啊 挑上一针 背面的话呢 就不管它啊 正面的话就不管它 背面的话呢 这里要挑上一针 好 我们给它挑一针 直接勾一个引拔针 这里给它补一下啊 不然的话 就是一直斜下去的 好 锁一针 然后呢 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呢 还是以这条线 第一条这条线开始 一直从这里开始勾 边上的话呢 就不用管它 这边的话就不管它就可以了啊 好 勾到这个 加针的位置啊 还是从这里加上一针 然后这边这个加针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给它 两圈啊 这圈的话呢 我们就不挪针了啊 还是从这个 这个针的两边加上一针 下圈的话呢 我们再给它挪一针 这个加针的位置呢 我们从这旁边这里 再给它加上一针 再给它加上一针 中间这几针呢 还是正常的勾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加针的这一针啊 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我们就不变了啊 就不变换了 还是从这一针的两边开始加针 好 这还是夹着这一针 中间这一针 好 这边的话呢 再加一针 好 剩下来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看这是我们加针的位置啊 这边的话呢 就是继续这么一直加就可以了 等到我们下一圈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 你看这是加针的位置 这是加这一针 我们从这一针 这两边空隙的开始加针啊 两圈啊 给它往这边挪一针 剩下的话呢 这编织方法呢 就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就是引拔针 短针和中长针 构成一个这个正方形 只是加针的位置呢 这边要改变一下 这边不用改 这边不用改 就一直加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这一个啊 这是我 这是我已经要 远一点啊 这是我已经拘好的一片啊 这就是 我这样看一下 这边加针的话 你看 加到这里的话 就往这边挪一针 这边也是 你看一直是往这边挪的啊 后面的话呢 挪完一针 挪完一针之后呢 勾两天 然后呢再挪一次 这边的话呢 就是不用挪 一直加针 这边的话 你看这边的话 就是有点斜的啊 就是挪过来的 这样的 从这边看的话呢 这两边就是一样的啊 如果不挪的话呢 这条线就一直斜到这里的 这样子啊 就很不好看 因为我拆过很多次的 好 就是这样加针的啊 一二三四五六 前六圈啊 前六圈呢 是每一圈 这里加一针 这里加两针 这里加两针 这里加一针 就是一圈共加六针 等到第七圈的时候呢 这里就不加针了啊 只有这个位置加针 第七圈啊 这里不加针 只有这里加针啊 八九 八九十啊 都是只有这个位置是加针的啊 这边都不加针了啊 等到第七圈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圈的话呢 你看这里是勾引拔针 这里是勾短针 中间不加针啊 这里的话呢 还是勾中长针 等到第九圈的时候啊 八九十 八九十这三圈 就是这里全部是勾短针 不用勾引拔针了啊 全是勾短针 中间这里的话呢 是全部勾中长针啊 只有两个针法了 加针的话呢 就是这里加针 这里加针 八九十 七八九十 这里就是不加针了 就是这样了 我一共是勾了十圈 勾完十圈之后呢 这里就是来回 勾了两圈的这个加密短针 这里是不用加针的 直接勾就可以了啊 直接勾不用加针 好 大家先自行把这十圈勾完啊 然后呢 我们再讲 就参照着啊 我们这已经勾了差不多有四圈了啊 就参照着这个方法来勾针 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边加针的话呢 要给它挪一下啊 两圈挪一针 一圈挪一针 你看一下你那个勾的 如果是很斜的话呢 就往这边挪 这边你也可以挪啊 加针的方法是一样的 如果你赶紧斜的话呢 就往这边挪一点就可以了 剩下几圈的话呢 大家来丢自己编织啊 编织成两片的话呢 我们再讲下面这里怎么编织 再怎么给它拼接 我现在这个呢 就是已经勾了啊 七圈了啊 七圈 这一圈的话呢 就是没有 这里就是没有加针了 这地方也是没有加针 这里的话呢 还是勾的是引拔针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 还是短针 现在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开始往回勾了 这一圈的话呢 我们就是全部 从这里 到这边加针的位置啊 我们全部勾短针 这里全部勾中长针 这里全部勾短针啊 就这样勾三圈 这个位置加两针 这个位置加两针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一半的话呢 我已经勾了十圈了 一二三四五 好 勾了十圈呢 我们就开始不用勾了啊 勾这个边的部分就可以了 勾完这里是勾完十圈 然后勾了两圈的这个包底的部分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勾这个一半的 包底的部分啊 好 这个是正面啊 然后我们给它反到背面来 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一圈的话呢 这是全部勾短针 勾回去就可以了啊 全部勾短针 好 大家把这一圈啊 勾到这个之后 全部勾短针 让我们这个一圈的短针 勾完了啊 这是反过来 这是正面了 咱们正面的话呢 这里是 以前我们都从这个 V字形的中间这里穿过去啊 但是包底的部分呢 我们不从那里穿 包底的部分呢 就从那个孔里穿过去啊 因为这样可以 要给它折过来的 好 咱们就从那个啊 孔里面啊 不从这个V字形 V字形里面 从那个孔里面 直接穿过去 给我长针就可以了 看 每个孔里面 好 这个孔里面 这样给它勾回去 包底的话呢 是有两 来回四圈啊 正面的话呢 只看的话 只有两行 这个孔 等下我们这样 给它折过去 好 咱们这个你看 我包底这里是勾两层的啊 这里 从这个孔中间 给它勾回去之后呢 咱们再勾一圈的短针 勾回来 第二圈的包底的短针的话呢 就是从这个啊 V字形的小辫子里面 穿出来的 两个 两圈的短针 是不一样的啊 好 大家自行 把这两圈的短针完成 咱们勾包底的时候啊 这个位置就不用加针了 包底是不用加针的 两圈的话呢 都是不用加针的啊 那我这个两片啊 都已经给它勾完了 我们就给它 这里是两片 这里是两行包底的部分 给它这样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缝合一下 如果到时候 等下觉得不够硬的话呢 我们再拿点网格片 给它缝在这个底下 就会够硬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 给它缝合啊 我们缝合的时候呢 你看 这个是正面啊 背面就得稍微 难看一点啊 正面的话就比较工整 好看一点 正面对着正面来缝 这个是背面啊 然后这个就是 正面啊 正面对着正面来缝 我们就是缝 背面朝外这样缝 就这样一针一针 穿过去 因为两个 两个的 帧数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给它 这样穿过来 就可以了 你的线 如果留着够长的话呢 你就多缝 多缝一次啊 给它穿紧一点 等一下我们还要 从里面缝 然后等一下我们 给它翻过来 就可以了 好 剩下的大家来自己缝啊 这个很简单 就是一针对一针的 去缝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这个 已经缝到头了啊 然后呢 咱们在头上这里啊 给它多缝两针 这里还有线 然后我就再往回 给它缝一下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线头呢 我们也给它藏进去 好 再往回缝几下 然后我们就给它 把线头藏起来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线呢 还挺 还算得有一些 好 现在咱们就把这个线头 都给它藏进去 然后都有的剪掉 这边也是 给它藏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缝完了啊 缝完的话呢 这个是里面啊 我们要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的话 就自己想办法 给它翻一下吧 因为这个呢 比较硬啊 看怎么能给它翻过来 好翻一点 我是已经给它翻过来了啊 也挺容易翻的啊 不是很难翻 这样翻过来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给它 你看这个整理一下啊 咱们就不用给它 加那个网格片了 它就很坚持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的啊 你看 再有个底在这里 也比较有形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包袋 给缠一下啊 咱们这个包呢 就完工了 现在咱们再穿点线啊 咱们把这个包袋给它缠一下啊 另外起线啊 从这里咱们给它多穿几次 找个 找个孔 其实这个袋子的话 你早缠晚缠都可以啊 你也可以先先可以给它缠好了 然后再去勾也行 因为我这边一个袋子的话呢 我就是勾完再缠的 所以搭过了线 所以我这边呢 一个呢 也要和那边一样 就是先给它勾完 然后再缠线 先插完再勾也可以 都一样的 你看这个还挺有形状的 这里 还挺能装 你看 挺好的 这也不用加 也不用加那个网格片了 这个穿这个绳的时候 你看这个稍微 大家给它多穿几次 它就会很结实了 因为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也是这样缠的 把这个绳呢 多给它穿过来几次 拉紧一点 然后呢 穿了之后呢 咱们就给它往这个里面 再给它穿两针 穿过之后呢 用力扯一下啊 不要把这个绳给扯掉 好 这已经很结实了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拿这个线头 把这个绳的全部给它 一圈一圈的全部 缠起来 缠紧一点 好 剩下大家要自己尝嘛 尝的不就很简单 不要露出这个金属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已经给它尝完了啊 尝完之后呢 咱们还是把这个缝合针给它 哦 还剩了很长的线啊 把这个缝合针给它摊进去 把这线头像刚才一样 给它多藏几次 藏紧了 这个位置一定要拉紧一点 别让它有那个金属的漏出来啊 好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往里面 把这个线头都藏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一定要藏紧了 多藏几次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包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给它完成了啊 然后呢 咱们再找一个袋子 给它在这里系一下 装饰一下 好 好 浸一个蝴蝶结在这里啊 这个丝带也可以 蝴蝶结也可以 这个什么袋子都行啊 主要是给它装饰一下 好 这样浸一下 这个装饰一下会非常的好看啊 咱们这个包的话呢 就基本上完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啊 好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